我给你算个账好吧 唐X他买了五套 这两千两百五十块钱 但是你一千八从一 哪里拿来的 差点四百五十块钱 四百五十块钱的 加了两百块钱油 买了两百五十块碗 还转了两百块钱给他那个朋友 你去摆个地条 你都不止炒个粉 炒上个粉就装三十块钱了 摆地条摆过 还亏了 派出所工作有多装麻 齐发小伙倒卖洗衣粉 净赚三十块 赔得酷地喊娘 民警看不下现场帮忙算账 进价一千八 售价两千二百五 除去两百块油钱 五十块烟钱 两百块中介费 净赚三十 干着卖白粉的事 拿着卖白菜的钱 刑法里最赚钱的 被他玩得差点亏本 人才 不是 咱就出去捡瓶子 一天勤快点也不止三十 这生意做的民警都看不下去了 面对如此低的利润 男人自己也陷入了沉思 试图提高学历挽回一波 朱中毕业高中毕业 大学 你还是大学毕业 哪个学毕业的 陕大 陕西大学 我是陕西人 我怎么不知道 有没有陕西大学 我在马上查到货 你陕西哪里读的书 没读过书 不是你没读过书 你不是说是大学毕业的 我读的是成人大学 我还是我 帅别说了 庞哥装大学的 电视剧还是演的收敛了 现实中警察叔叔的工作更抓麻 赚钱方式千千万 唯有快的最稀反 下面这位比第一位就强得多 骑着共享电车去碰瓶 一年半拿下29单 走到哪碰到哪 全国连锁 手法专业 业务娴熟 零成本就业 高薪无负担 不仅可以避开行车记录仪 还能精准控制皮外伤和手机受损程度 百发百中100%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事业做的那叫一个如日中天 江湖人称 长沙碰瓶王 百瓷斩 把检察官都惊呆了 而甚至连个自行车都不买 其共享电车去碰瓶 这车主反正的情况就是说 是这个 自己 上回 他就好 就把我 手法专业了 我觉得这个人 要冒一点风险的 万一哪一次真的被撞了 躺在河边站哪有不吃鞋 在一次工作中 张某 足于第三十单 被抓后 民警先后调查了八九家保险公司 发现同样的瘀青 同样的手机 多次申报理赔 第七八章 甚至连列文都一毛一样 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警察叔叔先后谈话十几次 没能想 这人还真是专业的 不仅精通业务 还专门研究了各项法律 坚决否认诈骗 高呼自己冤枉 嘻嘻哈哈不认 三大金句连报 我怎么了 我记不清了 我很冤 对于诈骗一事 张某坚决不认 称自己只是找了个兼职 到各大宾馆 路口 马路上发黄色小卡片 正常工作 无照片行为 好家伙 自爆卡车 真的还有意外生活呢 感情这哥们不只是个碰瓷王 还是个卡牌大师啊 人生不易 多彩多异 面对张某的诡辩 检察官哭笑不得 镇定自若 发出灵魂一击 发生了这么多次事故啊 你去过医院看过病吗 去过趴健身 是司机带我过去的 去过几次啊 三次 你发生了多少次 皮外伤 皮外伤就买药茶就行了 那你怎么每次都能控制到 刚好是就是一点点皮外伤呢 我我我我我我 过在单车本身就那么快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我是故意的 所以那三次是业务不熟练导致的嘛 张某始终坚称自己的正经工作 一直都是发小卡片 从未想过全国巡演 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 干单子先后去过广东江门南京 最后在长沙被捕 29单赚了4万1 欧姆还属于书刀做刀型的 全国联邦业务广泛 职业规划清晰 给检察官整理证据提供了最大助力 面对种种证据 张某不断挣扎不愿放弃 凌宫一闪 直接甩锅给保险理赔员 理赔员他来到现场之后 他说了你有没有什么财务受损的 我说我没有 他说你最好有财务受损 我才能给你理赔两千块钱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啊 然后他就说那你把你腿上面 多挠 用手指甲多挠一下 看我拿着手机收钱的时候 他说你这手机给我拍一下照 你知道我怎么办 理赔员气得牙痒痒 对对对 是我非把钱塞你手里的 面对犯罪事实 张某多次狡辩 在认罪的边缘不断徘徊 认一部分 不认一部分 不太清楚一部分 检察官瞄懂 不再多说 直求出击 最后给他一次机会 但很显然 这哥们儿属于不见棺材 不掉泪 有台尖不知道下 有罪不知道认 诈骗罪 你认不认可这个罪名 你是想让我认 还是想让我骂五人 是按你的这种逻辑 你牢要不要我替你做了 我采明了我的立场 你们也不认可 就认为我这个人 就是我在狡辩 怎么不认呢 了解案情提手完毕 不久 万瓷王远程开庭 检察院提起公诉 要求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庭上 胖瓷王忧伤若灼 试图浑水摸鱼 认了 但没完全认 你是其中有几次不是故意 还是29次都不是故意 有七八起 也是我有故意隐瞒 交通事故 拿骗局保险公司 然后因为我从中 也藏到了一点甜头 一年发生 二十九起事故 你觉得正常吗 我看了其中之后 我觉得也不正常 你这个东西 你要符合常情常理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二十一年二十九起 我说的不好听 你走进科学都要拍三级 跟上中下拍 你那个经常出镜的手机 他都想认知认罚 只是他不能开口说话 文化人就是会讲话 听着检察官都憋不住了 我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无论多好笑 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啥 一年二十九次事故 啥概念 这么说吧 他摔倒了 亲奶奶都不敢服务 由于证据确凿 加上被告没有主动认错 最终张某被判处 两年十个月 并处罚五万元 好家伙 真的还不够罚的 一听自己要蹲监狱 万次王再也忍不住了 在法庭上嚎啕大哭起来 先秦淑女步 素 步步有态度 素 长沙碰瓷王 素 法官绷不住 素 近年两位大神创业失败 获子该就业规划师 前来应战 你们这个年纪也想升职 也想当干部 大干部对不对 一辈子做个一线干警 真的心甘情愿吗 您有心的抓了吗订单 请注意查收 凌晨两点三十五 长沙某商场保安港停 一男子赤裹上身 醉酒闹事 追着人家保安打 警察叔叔接到报警 火速赶往现场 一看到民警 男人两眼泪汪汪 仿佛看见了亲人 称自己被姐姐骗了个金光 浑身上下 只剩个裤衩子 手机 微信啥也没有 还被保安追着打 由于保安人好心善 不打算追究 考虑到男子腿部破了点皮 马上就要愈合了 警察叔叔好心带回警局行酒 一队人马到附近 寻找那个姐姐 结果万万没想到 带回个恶鬼 穿着大花裤衩 挺着大白肉肚 在派出所四处晃悠 加脑袋 还给民警展开了职业培训 我有关系 我是湖南老大 为什么姐又变我啊 为什么 我真不懂啊 你为什么要喝 你们这个年纪也想升职 也想当大干部对不对 一辈子做个一线干警 真的心甘情愿吗 我家真的有关系 哎呦 查查警察真的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 爹西男人在线说交 值班民警 备受煎熬 有时候 一个人值班挺无助的 我也好想报警 经过作讽调查 警察叔叔并未找到传说中的那个姐姐 我不会骗你们的 真的 我现在酒醒了 真的 确定醒了 醒了 真的确定醒了 光你这个行为 然后我行政拘留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没办法 我整个事情都不紧张 对不对 我手机没有 伤痛 你手机没有怪我们的 我们接到的姐姐 是你在保安庭 那是你在打人 你现在跑这里来 跟我讲这些七里八里的 他主要是 那个人 他没受给扎 我李李十四地喝了酒 到别人的保安庭那里去老师 还是有理咯 你还对了咯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咯 没有没有 是我的错 你跑到那里去老师的话 别人一个正常的咨询 你来进去了 就抓着别人打 别人不自负你啊 而木然 老苏硬气 随后警方调起了保安庭 十分钟前后的监控 不堪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傻姐姐骗人呢 这明明是自己摔的大马爬啊 得 消失的他 薛定谔的姐姐 啥 保安追着屁股打 人家明明是个大好人 看他没穿鞋 破了皮 不仅给鞋 买了药 还联系了家属 事发两个半小时后 大姨从外地赶到长沙 醉酒男子大记忆恢复 思路突然清晰起来 表示自己下午买票来到长沙 见相识两年的网友 七点半吃饭喝酒 出来就基本没了意识 我们是认识差不多快两年了 然后他正好来这边旅游 然后我想就来进来一下 有网友姐姐叫什么名字 知道吗 叫什么 网友是什么地方人 哪一年的 来年我不知道 来年我不知道 那你还跟我讲 然后你这个又 我这个做阿姨的几十年都没接夫 抚养了他们 自己个外婆都快死在这里 我在这里照顾着 他最担心的这里 我父亲一公新生 就跟着奶奶他们长大的 我现在跟大妹妹就照顾他们一家 19年的时候 他父亲把 就是高血压摔跤 开炉 他这几年就没有知觉 他就管他老公去了 好家伙一问三不知 真是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大姨听着唐僧头上点汽油 火冒三丈 啥也不说了 回去舅舅打完 大姨打 大姨打完 爸妈打